你为什么趁我睡觉动我手机 这个钱到底装给谁了 你什么意思 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好好动我手机干嘛 没动你手机 你没动我手机吗 你在我手机上干什么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实际上钱不见了吗 我哪知道 你这钱我就不知道 我没动你的 我终于在睡觉你没拿我手机吗 没有 还在狡辩 正午12点半我提醒你 你转钱给谁了 朋友去给朋友去了 这钱是我妈给你们过节的 我就放在里面 你为什么要拿着用呢 你自己留那么钱干嘛呢 我钱是我的事 我自己支配关你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拿给你朋友啊 你朋友要这钱干嘛 有点事情三千块钱就够了 你跟我这么说一声 你知道对吗 你敢保证你以后什么事遇不到吗 我这个不是就是论事 你继情要跟我说一声吗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是我来找你你会说吗 你都不承认 这点小事想起来就说一下 想不想不就算了吗 我想起来就说想起来就算了 那你之前借几个朋友钱呢 回来了吗 人家方便的肯定会还的 还不还肯定有他难处啊 你什么都有借口 你这个朋友借几千 那个朋友几千 你对着狐朋狗友 借几千都这样都行 那我呢 什么狐朋狗友啊 那这人朋友都会借钱吗 我朋友就狐朋狗友是吧 我就发平凡说 如果朋友问我借钱 我记得别人不还 你狐朋行 对呀你借钱是吧 你看现在借钱 如果我借钱啊 你染的多高了 说啊你把钱借出去 你这么富裕吗 我这个朋友关系特别好 你上次借钱的时候 也说朋友跟你关一好 这个朋友跟你关一好 那个朋友跟你关一也好 那你朋友这里借钱 你不借吗 我不借钱 我肯定不借 因为我借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还 我就不借 你这样 在社会上很难生存跟你说 怎么就很难设存 别人问我借钱我就不借 我也不借给别人钱 别人也不问我借钱 不好得好吗 我这个朋友不是也是急用吗 你到底是真的急用 还是假的急用呢 你上次自己也说急用 到底还了吗 你这不点钱你还催吗 听听吹吗 你太大坏了 就那么点钱 你一借就几千 这个几千那个几千 就在一起不就多了吗 平时呢 我真的要个生活费 你就问啊 钱又没了 直叫直叫的 人家为你借钱 就两个嘴唇一搭就过去了 那我在外面不要处分行吗 不要面子吗 我没说你不要面子 那你在用钱的时候 你给我讲一声行吧 还有 你不能私自动我手机吧 对 我希望你下的借钱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你这样很不尊重的人知道吧